死讯最近两天在市场上大家传来传去 说台积电的张忠谋病危 甚至还有更胜者就直接说他已经回天国去了 结果传来传去今天就明明看到了他本人 张忠谋今天下午现身全国的校长会议来演讲 看到了他一样是身体非常硬朗而且笑脸嬴人 他说谣言不攻自破 还说自己的身体好的很 他也不晓得这个谣言哪里来的 一踏进台南昆山科大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就被追问健康问题 因为前一天晚间市场竟传出他身体伪扬的消息 他主动澄清强调谣言止于智者 昨天我们已经否认了 那请你帮帮忙 今天你再把我的健康情形再登个大照片 我们董事长很健康 我在笑啦 事上张忠谋病危消息才传出台积电第一时间就否认 但上午台积电股价还是跌了三块 不过张忠谋一派轻松的说今天股价确实不好 但真的有关系吗 高龄82岁的张忠谋去年11月交棒了执行长 但他坦诚目前工作生活没改变 交棒的事是有计划逐步进行 张忠谋下午以人才培育为题目在全国校长会议上进行演讲 现场一位难求 下周台积电召开法说会 他说届时他和两位执行长都会出席 3N新闻李世红台南报道 好我们看到今天谣传 那么这个张忠谋当然今天他是出面了 告诉大家我好的很 大家不要再乱传 不过我们来看到最近台积电的股价倒是一路的往下跌 像今天呢甚至呢还拉出了一根长的黑K棒 那么今天的一个量呢爆量到6.4万张 然后呢虽然我们的张忠谋董事长说谣言止于智者 但是你看台积电的股价今天依旧是被拖累了 那么现在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传来传去有人说好像是国内某一家的券商 为了要放空台股 所以才故意谎造了张忠谋并为这样的谣言 台积电9号走势跌破大家眼镜收盘 一口气跌了3块钱 预估市值蒸发600亿 而就这么巧最近市场盛传董事长张忠谋并为 那台积电的股本大概是2000多亿 这样市值就一口气就蒸发了600亿左右的一个状况 所以也是不排除说是不是有心人士趁这个机会在上面上下起手 是不是这些放出消息的券商 他们昨天就有在这个高档在放空的状况 甚至说是不是在早盘就有放空的状况 这个应该是不实的消息才对 那券商之前的一些消息的转换可能经由很多手的多人的转换 才会造成的误导 分析师怀疑有券商灌压指数不是没道理 因为外资期货空单9号增加4800多口 累计为平仓空单逼近12000口 外资1月份来多转空 不排除有券商散布张忠谋并为消息 放空台股9号台积电走软 使得台股最后收黑下跌41点 中场指数收在8514点 利手8500点关卡 成交量扩增到1344亿元 创下17个月新高 台股连两天交易量突破千亿 不过在操作上面指数涨多 来到8500点以上的话 那么卖压是难免的 那么在选股的策略上 我们今天看到排面上一些 一些比较没有基本面的股票 仍然有出现比较大幅的上涨 不过已经看到有一些 这个涨不上去的这个现象 分析师表示台股成交量逐渐放大 市场流言会开始变多 投资人千万不要跟随消息面起舞 小心以基本面和业绩 作为选股条件 才能在震荡幅度变大的大盘 赚到年底红包财 三立新闻送并听信仰推不到